指数打理的百万游戏达人 遭遇袭击 醒来竟变成刚破壳的小飞龙 他震惊地咪的一声叫了出来 瞬间羞耻 这软萌的咪叫竟然是自己发出来的 我明明是人类啊 还没缓过神 一双小手便将他举高高 欢迎你 黄金帝国的守护黑龙 英斐娜 英斐娜 这个名字好熟悉 这小萝莉又是谁 小萝莉乃乎乎的 小脸微红 我叫丽萌 七岁了 请多指教 说着就要带小黑龙去逛花园 没办法沟通的小黑龙反套 不过这个场景莫名眼熟 好像在哪看到过 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异事件 我叫边宇荣 以优异成绩保送名校的18岁大二生 游戏攻略达人 受邀到游戏发布会 意外被黑衣人袭击 难道我是死了又重新投胎了吗 正想的出神 脖子还被套上了狗圈 丽萌一脸纯真 抱歉了 英斐娜 父王交代如果带你到户外 必须套上附魔相权 他不满的啪啪甩尾 把尊贵的神兽当狗影 这像话吗 接着脑壳一疼 一人一龙 碰到高大的金发 男人冷力训斥 貌貌事实 不成梯统 丽萌鼻子痛痛委屈巴巴 是 父 陛下 小黑龙浑身僵住 这不是黄金帝国的至高王吗 我想起来了 这眼熟的一世界是王子与恶龙的单机游戏事件 是我玩过的最狗血的复仇游戏 黄金帝国王太子丽萌 养了一条黑龙 黑龙被非安力量捕破 将本甘守护的帝国化为灰烬 王子大难不死 踏上冒险之旅 最后获得神兵屠龙枪 顺利的击败恶龙 游戏通关 鞭语龙心情阴郁 好消息我重生了 坏消息我叫英斐 在异世界当恶龙 注定被男主杀死的大反派 而这个唯唯诺诺的七岁小孩 正是以后拿屠龙枪杀死我的皇太子 至高王冷声道 王太子学习就算了 刚出生的龙上什么学 难道异世界的龙 可以通过学习说出人类语言 那说不定也可能变成人形 毕竟魔法世界了 正思考着 一个奶瓶被塞进龙龙嘴里 英斐娜 来喝奶 英斐娜咕唧咕唧喝着呢 这小孩真烦人 算了 先填饱肚子再说 至高王看着乖巧的小利蒙 这孩子跟他母亲 仿佛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 大概也会像他一样 看来要多费心了 他大手揉了揉力蒙的小脑袋 脸上多了几分柔和 力蒙 没有官员在场时 你可以称吴父亲 不必时刻拘谨 好的父亲 小利蒙甜甜回应 小黑龙看着力蒙不值钱的样 好浓厚的恋父情节 带至高王走后 小黑龙沉思 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躯体 转身成游戏世界的黑龙 那现实世界的身体 到底怎么样了 他想 如果现实世界的身体已经凉了 那他就选择在这里好好生活 如果还活着 那他必须找到离开游戏的方法 现在 他的身份是黑龙英菲娜 最终大暴 而那个小天真 将来可是要杀他的人 英菲娜会死是因为他堕落成恶龙 只要好好回想剧情 避开一切让自己成为反派的坑 最终成为万众敬仰的尊贵神龙 也不是不可 只听一声讥笑 太阳晒屁股 烫不烫啊皇兄 二号反派登场 黄金帝国二王子 但丁 游戏二号暴 他与黑魔法师 还有恶龙勾结杀死之高王 陷害王太子 当了一段时间的暴君 立盟俯身凑近 但丁 早刻辛苦了 阳光很温暖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玩 阮盟模样一整个甜美暴击 糟糕莫名羞耻心动 但丁瞬间不淡定 一把推开立盟 谁要跟你一起玩 我们一个别随便靠近的 真不明白父王为何要把黑龙交给你这个脑 空空的笨蛋 如果你把龙养成 我没得走 小黑龙顿时炸裂 这里竟还是APO设计 但丁义正言辞 我们的黄金帝国绝不能成为保释国 我宴国的效果 等着瞧 我定要让母后禀名父王 将黑龙赐予我 眼看小黑龙要被抓走 小立盟眼泪哗哗 小黑龙一肚子火气 朝那臭小子喷了一脸辣椒水 但丁再次不淡定 但就是嘴硬 我小人有大量 看在龙海小分身 这次就不跟你记性 说吧跑得比肤子还快 立盟这时却冷静得像快兵 大家都觉得我跟母后一样 会分化为Omade 殷菲娜 你也觉得我是Omade吗 看着小立盟这副男生女像 性格懦弱的德行 不用说你肯定是Omade 虽然龙龙不会说话 但沉默代表默认 而立盟嘴角却勾起了一抹微笑 大家觉得我是 那我就是吧 殷菲娜 我们约好了 从今往后 你也要一直一直保护我 而小黑龙仿佛闻到了那和须的风里 有骨若隐若现的香气在涌动 少男重生成异世界的小黑龙 在黄金帝国却成了香波波 任谁看到都要抢一抢 殊不知黑龙日后不成为恶龙 把整个帝国烧成灰烬 最终死在王太子的屠龙枪下 此时的王太子还是个懦弱的小甜豆 而小黑龙虽只是个宝宝 可灵魂却是个18岁的优秀大二生 他决定警报主角大徒 和小王子建立亲密无间的友谊 避开走上成为反派的道路 并努力成为人们敬眼的尊贵神龙 然而 身为帝国太子的立盟日子并不好过 因长相甜美 被公认成软弱的妹 生母去世 看上去慈父的至高王 对他不管不问 转头便迎娶了帝国权势很大的 孙儿公家族长女 凯赛德为妻 生下二皇子弹丁 四岁便分化成了F 这更加助长了王后的野心 他对立盟的刻薄也愈发严重 以至于七岁的立盟还没接受过正式的教育 只因幼龙需要学习 至高王驯化立盟 英斐纳是国家的威力 无将龙赐予你 不是让你把他当宠物的 从明天开始 你和英斐纳要开始上课学习 立盟终于被安排了课程 虽说身为异国太子要学习很多东西 可龙龙大为不解 为什么要学习时装缝纫 而且还是女装 授课老师告诉立盟 今日课程还剩 美容 绘画和舞蹈 这些王后安排的课程 必须在晚饭前完成 小立盟脑袋晕乎乎 乖乖答应 我都会好好学的 龙龙表示这大可不必 那些课程不都是公主才需要学的东西吗 难道因为她是Omega 以后必须得家人的缘故 可立盟还未分化 就开始费整利诱 这也太过分 小黑龙气得举起奶瓶 蹲蹲蹲蹲 看来我要赶快长大 帮助这个小软包才行 这是王后趾高气扬的出现 立盟 我听老师说了 你有几门功课进步甚微啊 你可是要成为各方都无懈可击豆妹的 这样才能配得上我堂弟森儿大功 为帝国的强大而联姻 立盟怯懦懦低语 我会努力的 龙龙发现这女人看似说叫 视线却一直停在自己身上 真是晦气 接着女人以最厌恶的眼神 死死锁住小立盟 明明就是个无能逗妹的 我的儿子弹丁 不论血统还是学识 个方面都无懈可击 堪称完美的alpha继承人 为什么陛下要将神龙交给立盟 他冷面计较 竟然把龙给打扮成这样 来人把龙带去竞技场 与弹丁一起学习剑术 小立盟惊慌的紧紧抱住小黑龙 你们不可以抓英斌呢 小黑龙直接飞起 他昨天已经给了弹丁一个下马威 今天也要给这恶毒的女人 点教训才行 龙龙蓄势待发 要朝王后喷口水 不要却被王后一扇子甩巴掌 立盟紧张大叫 英斐娜你没受伤吧 打了龙的王后 勃然大怒 给我把龙抓起来 刺二十遍 龙龙郁闷 力气不够大背打巴掌 英斐娜还是幼龙 哪里受得住二十遍 立盟愿意替她受罚 王后虽然怒火中烧 但能够处罚到立盟那就更好了 晚上 龙龙溜进魔塔 喝了一堆快速回血的好药 他扑扔着小爪子让立盟快用 立盟玩耳一笑 谢谢你英斐娜 英斐娜要是担心我就快快长大了 然后换你来保护立盟 好不好 这一幕让边宇龙的保护欲直线上升 他也因此烦躁 这么乖巧的孩子 英斐娜为什么要背叛他 但一个美根 光靠女工是当不了国王的 记得游戏剧情里有隐藏宝箱 于是他转身朝外飞去 立盟不明所以 但片刻 龙龙将增加武力值的愿望之书带了回来 立盟兴奋不已 好厉害 都是我没看过的书呢 突然他看到其中一本 竟然是愿望之权 龙龙得意的咪咪叫 对了 这就是记载了愿望之权路线的书 那是一个隐藏在幽密暗邻里的神殿 女神之类化作了源源不绝的拳手 只要找到他 就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本应是立盟独自冒险之后的剧情 但那对母子真的是欺人太甚 也为了刷好感度 只能这样做了 看吧 可把这小子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刷得飞扑过来 紧紧勒死龙龙 英斐那你对我太好了 深夜 立盟静静地醒来 口中低声吟唱着神秘的咒语 咒语如同魔法般将熟睡的龙龙包裹 他利落披上披风 仿佛换了一个人 睡吧 小黑龙 接着他独自穿过大殿 进入一条幽深密道 最终来到一间小屋 屋内竟有数位大臣等候 见到立盟毕恭毕敬 太子殿下今日紧急召见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计划有变 我得到愿望之权了 众人震惊 是传说中的那本愿望之书吗 立盟眼神深邃而冷冽 没错 我的小黑龙竟然比我先得到他 真是太有意思了 明明是个顶级阿尔法 却顶着一张无美的的傻白天长相 诶骗了所有人 也正因如此 七岁的小王子才能避开王权争斗的漩涡 暗中培养自己的事 直到小黑龙的破壳而出 至高王将龙刺给了乖巧的立盟照料 却被反派二号和反派王后频频挺心 王后企图抢夺小黑龙 但我们龙龙可不是吃醋 她愤怒地冲上前去 被阿尔法的后手巴掌 还洗涕二十遍 小立盟秒变勇敢蒙 替龙龙承受了所有鞭打 这可把等值宝宝的龙龙心疼坏了 于是操心操费地将愿望之权的线路书 拿给了小立盟 立盟转头密照重臣 会去天真偶装 移赴上位者的自然 计划有变 寻找愿望之权可以提醒 更有趣的是 英斐纳才不过小猫那么难大 却聪明过头了 龙的幼年期很短 若他长大 或许很难对 您的意思是要将龙杀掉 放心吧 定会做得干净立盟 立盟却笑着白手 暂时不用担心 龙也在计划之中 还要跟我一同前往愿望之躯 深夜 少年仿佛听到了精灵女神的呼唤 孩子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呢 等我想想 不等他做的 女神迷之微笑 我懂我懂 是不是想要一个乖巧听话 还烫作的老弟 少年愣住 我大学没毕业 突然说什么老婆 随即便出现了一位 穿着婚纱的老婆 那人缓转过头 便与人惊觉 这老婆怎么越发眼色 什么鬼 这 这竟是放大版的立盟 龙龙吓得飞起 原来是梦了 随后小黑龙 吭哧吭哧地爬到了立盟的床 一定是整天跟着立盟 上公主课的缘故 还会做那样的梦 他看着熟睡中的立盟 总能嗅到这小子身上 涌动着淡淡的香味 这让龙龙感到无比安心 短短两天 立盟的鞭商便快速痊愈 龙龙诧异着柔弱的小哭包 还怪抗扣 不过更让他迷惑的是立盟的行为 立盟不仅开始 储存储罐里的精力 还会悄悄地藏起 方便储存的食物 直到这天晚上 立盟静静地站在阳台 像在期待着什么 忽然他兴奋大 英斐呢 快看 那个似兔耳朵的猩猩 是白兔星座 愿望之拳上描述的猩猩出现了 只要朝兔子猩猩指引的方向走 便能找到守护泉水的女神 龙龙这才明白 原来立盟一直在为探险准备着 走 英斐呢 我们去愿望之拳 说法便决然地从高墙跃下 龙龙吓坏 疯子怎么直接就跳楼了 也太猛撞了 而立盟在跳下的一瞬 便口念咒语 藏匿之息 隐身 疾风之意 飞溪 龙龙扑隆着翅膀赶忙失救 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落地前拖住这小疯子 只见小疯子身后展现一双女翼 强风涌动 或是风系魔法 不过这大动静竟没有引起王公守卫的注意 看来这小子还施展了隐身众 龙龙得意 我果然没选错人 这孩子天赋很高 随着指引 两人来到了幽暗密林 这片密林受暗精灵庇护 进入结界后魔法都会失效 只能靠徒步 而且里面地势十分威胁 但对于早已熟悉游戏剧情的编语龙来说 简直小菜一骨 他知道一条安全路径 不等立萌反应 龙龙率先冲了前 只要找到泉水精灵 这关就能通过 而立萌眼眸却闪过一丝狡黏的微笑 随即亮枪的跟上 声音带着茶茶的柔弱 英菲娜等等 呜呜呜 好大的西 啊 那边好像有东西在瞪我 立萌步履盘山哭唧唧 好黑好可怕呀 龙龙无语 城堡里长大的温氏花 未免太柔弱 突然一道法术攻击立萌 立萌谋色一领 运步拿出防御匕首抵挡 龙龙立刻认出 这是圣骑士的附魔攻击 愿望之拳中的一环剧情 公主与骑士不打不相识 接着龙龙也遭到袭击 他灵活地跳开 立萌紧张不语 他不管不顾地跑到龙龙身边 急切地确认 英菲娜 你怎么样了 伤到哪里了 龙龙被这小奶包哭得脑和疼 所谓关心则乱 立萌完全顾不上理会 身后拿剑指着自己的脑 男人声音冷酷 跟踪我一路 还带了一只魔物转过身来 若敢打什么主意 就让你头分分甲 立萌缓缓缓转头 天真的望向身后那人 龙龙不由兴奋 出现了 公主何其事 茶茶小王子带着小飞龙 进入密林探险 寻找愿望之权 却遭遇骑士袭击 立萌看清男人面容后 弱弱的问 你是森尔大公吗 好久不见 我是立萌 男人审视几秒后 差点下巴惊掉 立萌 你长这么大 立萌诺诺点头 嗯 森尔一货 殿下为何要到这么危险的地 还带着龙 我是来寻找愿望之权 来这还能干嘛 森尔完全没想到 王太子会如此坦率 透露自己的行踪 想在王族争斗中存活 这样的天真无疑是一种巨大风险 小立萌再次甜美暴击 森尔大公也一样的 面对公主般的立萌 骑士果然不会撒 他是在家传古卷 得知了愿望之权的现实 龙龙对森尔的第一印象很没错 是个耿直的傻小子 跟刚才拿剑时的冷酷 判若两年了 是典型的圣骑士的政治人设 说起安东尼奥森尔 是森尔家族中最初挑的优质 还同时就继承了大公的头衔 年仅15岁 就打败过诸多知名剑士 现任森尔家族大副总 森尔家族在黄金帝国 可谓权势滔天 可见森尔也是有没停动物之手 龙龙心里盘算着 自己还太小 恐怕不足以保护立萌 无论如何都要拉拢森尔大公 他急得命令叫 上啊 立萌 拿捏他 立萌也大方地邀请森尔大公结伴而行 然而森尔却犯起了少年的你 在这之前 陛下我 我有话要对你告白 告白 立萌蒙蒙了下意识地往后退 龙龙却眼里放光 森尔鼓起勇气 立萌殿下 虽然我们有婚约 抱歉 我并不打算迎娶殿下 我不想当亲王 而是希望 以帝国第一骑士的荣耀守护你 竟是退婚宣言 堂堂王太子竟然被甩 小立萌默不作声 这让鞭语荣幽星 比公主还公主的立萌 该不会伤心倒扑唧唧唧 然而 小立萌眼中闪烁着崇拜的星光 太棒 森尔大公 想要成为强者的你 真的是闪闪发光的 立萌也有闪亮亮的愿望 那我们出发吧 森尔大公 好的 殿下 龙龙不禁感叹 虽然有些出乎意料 但还是按照剧情发展的 童话里的公主与骑士 果然像是守护者与被守护者的关系 这样的设定不会轻易改变 而森尔这傻小子 不仅是很好的冒险伙伴 更能成为立萌一生之友 所以 不论最后他成为立萌的王夫也好 忠犬也好 只要骑士站在立萌这边 恶毒王后就无法轻易伤害到立萌 这样一来 美好的结局不就是摆上钉钉的事了 既然小立萌的未来已经没问题 那就让愿望之泉 将自己送回现实世界吧 就在这时 传来一阵求救 愿望之泉的精灵出现了 龙龙迅速追去 是臭名昭著的非魔法师 无恶不作的邪恶团体 用特殊的网子 混住了泉水精灵 刺耳盛一挥 杂鱼们瞬间开溜 龙龙喷出火焰将往烧毁 守护愿望之泉的精灵得以解救 勇者们啊 感谢你们的帮助 请告诉我你们的愿望是什么 只见眼前凭空出现一座神殿 森儿 我赠予你霍解 只要让一中人带着 可令那人在三个月内真心爱着你 丽萌 我赐予你一张地图 他将指引你前往神圣大贤者隐居地 授予你无与伦比的强大魔法 终于到了我们龙龙了 龙龙的愿望是回到现实世界 精灵女神却说道 英斐纳 我赐予你龙心之时 它可让你的灵魂不受龙身束缚 自由活动 太不走心了 我的灵魂出窍有什么用 立萌看着大贤者隐居的线索图 只需追踪地图上胡萝卜的移动轨迹 就能找到大贤者 学习那无与伦比的魔法 森儿考虑旅途凶行 愿意护送立萌 一路上两人骑着独角兽 有说有笑相处龙脚 一个恩火 一个Omega 俨然隆隆变成了电灯炮 一抹难以名状的感觉犹然而生 途径一个小镇 正是青天白日 立萌疑惑 为何村民却都紧闭门窗 恐惧外出 此时镇长出现告知 近西山里巨怪频频四孽 村民都在等待不拥兵的到了 太过危险 快离去吧 刚说罢 一群巨怪便出现 巨怪偷偷喊话 那是黄金国的王太子 要抓火 目标是立萌 森儿决定拖住巨怪 让立萌先走 立萌会一些低肩魔法 也要留下战斗 却未察觉一只魔物净稿背后偷袭 一方火焰 可惜威力太小 巨怪愤怒的一股头 砸在了龙龙身上 龙龙重重摔落 立萌哭喊着 丁菲娜 快醒醒 二剑状却戳不开身 他大喊着让立萌快跑 小王子 你是逃不掉了 眼看巨怪伸出魔爪 立萌眼眸突然变得冰冷无比 他生气了 软弱甜痘的小王子 在龙龙遭受巨怪中击后 生气了 不再隐藏实力的 他正准备出手反击 意外出现 龙龙的龙心之时 发出耀眼光芒 下一面 长着黑色鸡脚 与龙翼的边宇龙显现 挡在了立萌身前 那锋利的爪子 瞬间撕裂了巨怪手里 目睹这一切的立萌 嘴角掠过一丝血魅 而满意的笑 竟然化成人形 这就是帝国的飞龙 英菲娜 我的龙 龙释放出炙热的龙焰 将涌来的巨怪 烧得嗷嗷惨叫 他迅速抱起立萌 飞向天空 立萌想等一下 森尔大功还在下面战斗 边宇龙表示 巨怪的目标是 而且森尔不是要做 帝国第一骑士 这种程度的杂鱼 对他够不成威胁 相反 我们留在这里 只会让他分心 小立萌感受着 英菲娜身上的温暖 和沉稳的心跳 他按摩 还好刚才没出手 事情的发展 真是出乎意料 更令人意外的是 英菲娜身上的信息素 散发出蓝风林草 和森林小溪边 清凉威风的香气 让他心增到颤抖 察觉怀里发抖的小立萌 边宇龙轻拍立萌的背 吓坏了吗 立萌声音小小的 我没事 只是对刚才的袭击 心有余计吧 边宇龙这个游戏 直男完全不理解 异世界的欧美的 都是这样的 不仅娇弱 长得跟女生似的 性格也温顺 这孩子没有我的保护 可怎么平安长大 飞了一会儿 确定巨怪无法追来后 边宇龙将立萌放弃 小立萌嘴巴甜甜 心扶女 殷菲娜 殷菲娜果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 帅气而又强大 边宇龙轻笑 感受到自己快要消失 他对立萌解释 我大概是快要回到本体了 龙心之时的人形化 效果只是暂时性的 刚刚的战斗消耗了太多魂力 我的灵体必须回到龙身休息 立萌乖巧点头 放心吧 立萌一个人不要紧 也会保护好殷菲娜的 快安心睡了 随后边宇龙又回到了 小猫般大小的悲龙身体 此时一道耀眼的光束降临 自称是大贤者的男人显现 聪明的孩子 恭喜你克服了重重难关 作为奖励 我决定现身相见 龙龙沉睡之际 发出恐惧且虚弱的咪叫 立萌 不要靠近他 这个人根本不是大贤者 外表看起来软软糯糯的小王子 实则是个茶茶的黑芝麻汤圆 龙龙为保护小王子 使用龙心之时 极度消耗了魂力昏睡三天三夜 他醒来就咪昂咪昂的叫 想要告诉立萌 这个自称为大贤者的人 其实是个冒牌货 是大贤者的孪生弟弟 暗黑魔法施压代 冒牌货走到龙龙面前 龙龙一副战斗姿势 蓄击火焰 停弹 魂体还没恢复 无法使出龙之焰 看到男人朝自己假一微笑 龙龙气愤又苦恼 该怎么拆穿这个脚光呢 而且黑暗魔法施压代 不应该在这段就出场的呀 究竟有什么目的 于是他开始紧紧盯着 冒牌货的一举一动 夜幕降临 龙龙跟踪男人来到密林深处 男人停下脚步 出来吧 黄金帝国的鹰匪呢 龙龙低吼发出警告 只见男人用黑暗魔杖 设下一空间结界 在这个结界中 龙龙可以以魂体的形态存在 开成布公吧 你假扮大贤者接近利盟 到底想干什么 男人冷笑 果然 你从恢复意识开始 就知道我不是大贤者亚红 一直想拆穿我的真正身份 不愧是黑龙 亚代尔变换出真正面容 帝国的黑龙啊 你是否渴望回到来时的世界 鞭羽龙诧异着男人 竟知道自己是穿越着 男人诱惑 只要你放弃黄金国 离开利盟王子 到我这边来 我可以帮你实现 亚代尔嘴里念动魔咒古惑 来吧黑龙 来我的怀抱 鞭羽龙不慎与男人双眼对视 瞬间被其深邃的黑暗所迁移 无法自控地朝亚代尔走去 亚代尔得逞地笑着 我的黑龙啊 在他即将触及龙龙的脸颊时 利盟突然出现 施展风之力 瞬间暗飞结界破裂 亚代尔惊恶 竟能打破我的高阶暗飞结界 利盟轻炼一笑 眼神无比阴险 说什么你的黑龙 真该死啊 亚代尔瞬间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沉重威压 他忍不住的寒战 原来这小王子的柔肉模样 都是偽装的吗 利盟冷冷地说着 既然被发现了就该死 随即再次施展魔法 亚代尔认出那是魔鬼的刀 他全力抵挡 真的是令人意外 堂堂黄金帝国王子 竟能掌握如此高阶的飞魔法 殿下有如此威能 不如加入我们阵营吧 我会向魔王敬言 利盟才不歇憾做魔王的小弟 魔鬼什么的也只能为他所谓 魔鬼挥舞着镰刀 破开了亚代尔的防御 并给予重击 不识相的小鬼 既然你与魔界为敌 那就走着瞧吧 当龙龙再次醒来 看到利盟和不知真假的大贤者 坐在一起 欢迎回来英国 利盟向个小天真般飞扑而来 别害怕 轻轻地舔是软萌的脸颊 抱歉啊利盟 明明应该由我来保护你 感受到了龙龙的心意 利盟敢动得一把勒死了吗 你是在担心利盟吗 真是个好孩子 对不起英斐娜 这次是我答应了 龙龙轻拍着利盟 好了 不哭不哭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怎么还是个爱哭彼子的小家伙 可龙龙却不知 这或其实是个战有欲极强的白切黑 我的龙 任谁都别想抢走 自从小王子闻了龙龙身上的信息素后 便欲罢不能 喜欢抱龙龙 睡觉也要腻在一起 得了英斐娜 散发出蓝风铃草和森林小溪边 清凉威风信息素综合症 而身为帝国第一骑士的森尔 则卸下围挺手段 变身贤惠的家住 天天打野猪给大家改善过去 小王子终于要往强者道路上行走了 这让龙龙感到欣慰 在尚未找到回去的方法前 努力地守护好利盟 当个尊贵的神龙也不错 大贤者考虑到有邪恶势力 基于神龙的力量 所以龙龙也需要特训 就先从抓兔兔开始吧 兔兔宝尼 可是大贤者的最爱 龙龙闻了闻小兔兔 竟没有被吓跑的意思 师徒俩看着梁小之实在是太可爱 谁到话风一转 龙龙忽然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恶龙咆哮 吓得小兔兔 疯得给龙龙一拳 哇 一巴巴的大个子 金刚八笔的身子 跑起来地面都跟着衬 兔兔这么可爱 谁还敢吃兔兔 等梁小之离开后 大贤者问利盟 你想从我这里学些什么呢 在他看来 利盟已经非常强大 但却故意在人前表现得柔弱不堪 风评也不如二王子 所以殿下到底想要什么呢 利盟稳酷回答 白魔法禁术 大贤者神色一变 表示没有那种魔法 竞技本就与白魔法互相排斥 利盟却坚信 是有的 而且确定这世界存在白魔法禁术 同时也知道这世上 唯有大贤者通信 大贤者疑惑 利盟为什么想学这种法术 利盟拒绝回答 看着自家小徒弟冷冷酷酷的个性 还真是有趣 既然宝贝徒弟开口 那自然也要答应了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只要殿下答应与我做笔小小的交易 我就将白魔法禁术传授云 利盟认真点头 一言为定 看着正追闹的英肥呢 利盟暗叹 问我为什么想学禁术 只是不希望那条龙最后死在我手上 被困在这个世界的 可不只有英肥呢 此时 正玩古猎游戏的龙龙发现 宝妮被什么吸引住了 他悄悄靠近 一个偷袭 瞬间也被吸引 原来是个会说话的蘑菇 在挣扎着喊救命 龙龙浪漫 怎么不记得这游戏剧情里 有这么一个NPC 宝妮这吃货 张开大嘴就要活吞掉了小蘑菇 还好龙龙及时制止 小蘑菇朝龙龙打招呼 嗨 我总算等到你了 英肥呢 龙龙疑惑 你是谁 你说在等我 又是什么意思 小蘑菇道出原委 因为我跟你一样是人类 从另一个世界被卷了 龙龙震惊不已 小蘑菇继续解释 我是个痴迷游戏 科CP的二次元上 因为很喜欢 王子与恶龙这个游戏 但对他悲惨的结局深感不满 王子与恶龙应该相爱才能 于是我以蘑菇为比赢 写了同人文 最终王子和小恶龙 过上了幸福生活 然而写到结尾时 电脑里的文学 突然变成死人窝 把我吸了进来 恢复意识后 发现自己竟变成一只魔物 所以这里并不是游戏世界 而是我写的ABO同人文 当我重申为王子殿下的 小恶龙的小说世界 编语绒双倍震惊 怪不得丽蒙过分依赖自己 所以要怎样才能回去 小蘑菇叹了口气 因为我想改变这个故事的结局 才会触发漩涡被卷进小说世界 不知为何 你也被卷入其中 如果我们想回到现实 唯有完成游戏原本的剧情 因菲娜必须成为真正的恶龙 被丽蒙王子杀掉 如果不那么做 不仅我们会被永远困在这 这个基于游戏和同人小说诞生的世界 一将毁灭 所有角色也会湮灭 开什么玩笑 这是什么神奇设定 如果自己不做反派 世界就要毁灭 只见大闲者朝这边走 小蘑菇不要先溜了 喂 你就这么走啊 还没告诉我这小说后边怎么发展 万一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剧情 小蘑菇挥动着小手作品 等时机到来 我会去找你了 记住啊 要做大恶龙的 龙龙一时间五位杂陈 我想守护丽蒙 也十分迫切的想回到现代世界 唯一的方法却是与他为敌嘛 但不做反派 这个世界就要毁灭 那丽蒙也会死 丽蒙对不起 这种事情没办法对你说出口啊 最会撒娇的小甜豆 终于成长为茶茶的英挺少年 他的成人里马上要到了 是时候回去收拾那些贵族杂鱼 争夺王位 给龙龙赶金币 丽蒙抚摸着大块头的龙龙 我们回家吧 黄金帝国的守护者 广城内 至高王位迎接王太子的回归 特意筹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盛大敬礼 然而 在这热闹的氛围中 也不乏一些杂鱼对王太子评头论足 即便王太子成为了大魔法师 又有什么用呢 他和他的生母一样 都是Omega Omega终究是比不上Alpha的 凯赛德王后所生的蛋丁王子 更有资格登上王位 毕竟蛋丁王子可是众多Omega的梦中情人 此时的蛋丁也在等待王太子的归来 他心醒 如今丽蒙成为大贤者唯一的徒弟 应该变得强大了 他顺利分化了吗 应该会分化成Omega吧 王都的Omega们 只要我勾勾手指 没有不铲没着贴上来的 蛋丁自信满满 对哥哥势在必夺 只听王后不满的抱怨 整个王都的人都在等着 身为主角的立蒙太子却姗姗来迟 真是太不像话 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事了吧 至高王沉生道 若回个家都能出世 帝国也不需要如此无能的王太子 蛋丁瞥见母后脸上得意的神情 料想到母后一定派人在路上阻挠哥哥的 虽然从小就被灌输要与哥哥为敌 可如今立蒙回归 他倒是没有反感 相反 一想到今天哥哥回家 他的脸就不由自主地发烫 则 晦气 立蒙不过是一个注定要臣服的Omega吧 突然有人兴奋大喊 看 那边 是龙 帝国的黑龙归来了 只见黑龙盘旋于黄金帝国的穷顶之上 威严地巡视着这片繁华土地 飞机霸气降落在王都 发出高度 民众纷纷欢声雷动 此起彼伏 陛下 很久不见 立蒙回来了 但丁瞬间不淡定 而恶毒王后依旧晦气 立蒙向至高王行礼问候 这些年来 您的圣体可安好 至高王还是一副冷漠的样子 你长大了 当年一身不坑偷跑出去 好大胆 不过 你将殷匪那样的很好 皇室的舞会开始了 立蒙一踏入舞会 就引得众人骚动 Omega分分投来极度且复杂的目光 而Alpha则是赤裸裸地将立蒙打点 应付完繁琐而乏味的宫廷社交后 立蒙来到露台透气 整个人疲惫极了 他实在讨厌这样的娃娃 从踏进舞会开始 就不停被人搭话 虽然早就有所预料 不过 那群人看他的眼神 都宛如看到肉的饿了 这让身为顶级F的立蒙感到新鲜 被这些愚蠢而不自知的贵族们视为猎物 真是太有趣了 糟了 有点热 不知不觉喝多了血 立蒙松了松衣领 想要透透气 一只手突然扣住了他的手 立蒙皱眉低头看 是淡丁 淡丁试探地问 哥哥 你是不是还没有分化 否则我怎么感受不到你的信息素 立蒙厌恶地甩开了他的手 你离我远点 你身上信息素的味道让我难受 淡丁闻言却露出新鲜神色 哥哥不舒服吗 难道是即将分化 只要哥哥求我 我也可以帮帮你 他再次伸手试图出口 挨了一巴掌 只听对方冷声呵斥 满脑子都是信息素的臭小鬼 没听见立蒙让你滚远点吗 立蒙声音里透着兴奋 英斐娜 你来了 只音声得太过好看 弟弟竟想将哥哥占为基 就要得手之际 龙龙出现将其制止 淡丁气急败坏 命令侍卫把这坏事的家伙封出去 龙龙碰的一声将淡丁壁咚 二王子的傲慢倒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真是毫无掌精 龙龙散发出强大威压 淡丁顿时浑身刺痛 身体止不住的蜷缩 他意识到自己惹上了顶级F 看淡丁吃够了教训 查查立蒙在线主谈 好了好了 淡丁只是担心我了 不可以打架了 拜托来英斐娜 英斐娜 淡丁错愕 眼前的这个顶级F竟是帝国的飞龙 怎么可能 几年前他还抱着奶瓶了 龙龙嘴角勾起一丝邪笑 怎么样 看来二王子是想起我是谁了 淡丁被吓得不轻连忙后退 却依旧嘴硬 看在你是帝国守护者的身份上 就饶恕女子 说吧 便仓皇逃离 龙龙气得只咬牙 早该让他接受社会的毒打 丽蒙拉住龙龙让他不必较真 他顺势还住龙龙的腰 声音粘软 英斐娜不如关心一下我吧 酒上头了 有点晕晕的 英斐娜带我回寝宫吧 说着就要攀附在龙龙身上 对于撒娇的丽蒙 龙龙总是拿他没办法 他无奈轻叹 能站吗 回去泡个澡 行行酒就好了 丽蒙含糊的哼唧唧 龙龙捉住那作乱的手 叫遇到 丽蒙 我有在三丁煮过吗 你酒瓶很差 能不喝就别喝 丽蒙轻轻撒娇 真的只喝了一点点 随后 龙龙费了好大精力 才把这过安分的醉鬼送回了房间 这孩子是怎么长 体格都赶上我 差点扳不动他 难道那小蘑菇写的 一边纹里头没 也是有长成这样子 经过这些年的训练 我已经可以长时间维持人形 小也能收起来 可是 小蘑菇一次也没有再出现 浴室那头 丽蒙时不时轻唤着殷菲 过了一会儿 龙龙意识到浴室好像没了动静 他心生甘忧 丽蒙 你又好好在泡澡呢 没得到回应的龙龙急了 即使自己是大恶龙 也不希望对手就这么草菜地淹死在浴缸 于是他闯进浴室 丽蒙不见了 而丽蒙则悄悄出现在他身后 猛地将人布在怀里 醉鬼 这又是演的哪出 然而当他感受到 丽蒙的灼热的体温后 又忍不住担心 丽蒙你身体好烫 很难受吗 我现在很难受 英斐娜有注意过自己身上的味道吗 龙龙后知后觉 因为自己是龙 所以经常忽略自己也是R 而且好像F的性吸素 通常带有攻击性 用于压制弱势同类 以及令我没个臣服 龙龙不确定地问 难不成你因为我的性吸素 而感到不舒服 对 我感觉快热晕了 所以英斐娜 能帮帮丽蒙吗 接着脖颈处一阵酥马 龙龙一个机灵 猛地将其推开 被粗暴推开的 丽蒙眼中泛起了泪花 那浓密的睫毛将泪珠碾碎 可怜又委屈 怎么办啊 让我这么难受的 就是英斐娜的香味啊 看这家伙状态不对 可可怜怜的样子 难道是传说中的第一次一感气 龙龙惊掉下巴 孩子长大了 我该怎么办 我也是第一次当阿尔法 龙龙慌得一批 要不叫医生 不需要叫人 我有鹰匪那就够了 你是我唯一的解药 丽蒙声音低沉而魅惑 龙龙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与此同时 但丁正和亲妈告状 自己亲眼看到了 哥哥绝不是阿尔法 分化成龙梅 重点是黑龙变成了人的形态 还欺负了他 恶毒王后却暗自窃喜 真是诸神必用 那女人生的儿子 果然是下岗梅 于是迫不及待地 要将这个好事告诉陛下去 但丁又不淡定了 他只是想让母后出面教训黑龙 没想到母后一心 想把自己的哥哥嫁出去 这可不行 而浴室里待久了 龙龙有些缺氧 脑袋晕呼呼 茶茶丽蒙就不信撩不动这么多的 甚至触碰龙龙的逆鳞 龙龙顿时清醒 丽蒙你冷静一点 丽蒙有些不满 殷妃娜觉得不舒服吗 薄脸皮的龙龙有些心虚 就是太有感觉了 还不行好吧 虽然恶龙的使命一环 就是要破坏丽蒙的婚礼 但也没说过需要自己现身给妹子 此刻的龙龙脸颊发疼 内心凌乱 他抬头对上丽蒙眼神 瞬间不争气的又两龙 别这样 这孩子表情好可怕 内心不由憋屈 岂有此理 我可是要当大恶龙 堂堂二老 怎么能被我妹子压制呢 难道一敢气得我妹子 就是这样子吗 怎么强势的像狼一般 龙龙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很不对劲 他战术性往后退 总之 我还是先回去比较好 丽蒙趴地将他的手抓住 与气里透着声了 丁匪那想逃走 好过分 龙龙被丽蒙的举动吓呆 生出了一丝怀疑 丽蒙他 真的手没的吗 只听丽蒙轻笑 或许是因为害羞吗 接着他凑到龙龙耳边 单纯地说了句话 龙龙直接当机 不及他反应 就羞得逃回本体去了 某人却扑齿地笑出了声 捉弄过头了吗 真的是 反应也太可爱了吧 各方面都很可爱 这次就放你一马 耿直少年守护了十年的软弄 长大后 近A到顶级F的他怀疑人生 吓得他当场逃跑 丽蒙一大早就来找龙龙了 龙龙发出闷闷的咕噜声 臭小子 昨晚才做出那样令人羞涩的举动 今日便若无其事地找上门来 他瞄了丽蒙一眼 羞得把头埋了起来 受不了 一看见他啥画面都想起来了 闹别扭了 好可爱 想咬他 丽蒙努力忍耐内心的冲动 心腹着龙龙的背 昨晚是我唐突了 抱歉 与贵族们周旋 无论如何 袭击阿菲也太过分了 不会轻易远养 可当他看到丽蒙那委屈巴巴 可怜兮兮地恳求 心中的别扭也瞬间消散了 说实话 昨晚有被吓到 或许昨晚丽蒙并不是真的到了眼期 但即使如此 丽蒙那个样子也实在令人困惑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唯有逃跑 为了表达诚意 丽蒙要带龙龙去个好地方 那是他特地在王都南边的山谷里 为龙龙建了一座魔塔 这座魔塔受到了魔石的加持 四季温暖入春 而龙窟则位于地下 里面布置了龙龙最喜欢的财宝巢穴 看着如此巨大的魔塔 龙龙震撼并感叹丽蒙的慷慨大方 不愧是黄金国的王子 而且塔顶也准备了舒适的卧室 从塔顶还可以俯瞰整个王宫 龙龙的目光不经意间被桌上的勤俭吸引 刚拿起就被丽蒙迅速夺走 现状他更加好奇 丽蒙却淡淡解释 只不过是选夫大会的邀请行而已 龙龙顿时心情堵塞 但还是努力保持表面的平静 原来如此 毕竟是我没个王储了 看他一副不在乎的态度 丽蒙也有些心情不差 几秒的沉默过后 龙龙仰面倒在柔软的床上 发出感态 政治怜姻什么的 好麻烦了 王储也不好当了 说完还不忘夸赞这床不错 丁匪那喜欢就太好了 这座魔塔 是我专门为你建造的 龙龙好奇 这些年我们都在一起 我怎么不知道你见了魔塔 丽蒙轻笑 将他压在身下 语气十分严肃 笨蛋丽蒙 我是Alpha 你是Omega 除了Beta Alpha和Omega 都是极其容易被信息素影响的 对吧 因为对ABU世界的不了解 龙龙可是彻夜研究了这些知识 现在他要教育一下丽蒙 让丽蒙意识到身为Omega 做出主动且大胆的行为 会带来威胁 可对丽蒙来说 龙龙现在这样简直是头怀送抱 幸福果然来得太突然 他心跳加速却乖乖佩服 嗯嗯 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张嘴 就跟一个Alpha 说什么二人世界之类的话 Alpha都是满脑子 想着繁殖的玩意 丽蒙这种长得好看 心思单纯的孩子 万一被人利用信息素 袭击了可怎么办 正被床冬的丽蒙 小心脏兴奋到扑通扑通 他娇羞地问 那音菲娜也是Alpha 会不会也会对我 我是龙 懂我意思吧 丽蒙 你也知道很多人会打你的主意 所以不能一直这么毫无防御 龙龙内心浅淡 孩子太单纯 简直操碎了老父亲的心 丽蒙环绕住她的腰身 眼中闪烁着热切的渴望 那音菲娜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 丽蒙长得好看吗 我的信息素能吸引你吗 丽蒙释放自己的信息素 将龙龙包裹 脸颊轻轻地蹭着龙龙脖颈处 音菲娜的味道 丽蒙好喜欢 说着还触摸了她的逆灵 龙龙再也无法忍受 为什么又变成这样 她猛地抓住丽蒙的头发 让她惊醒 想死吗人类 叫你停下 丽蒙却无辜地看着她说着 音菲娜 知道吗 据说龙不仅在耳后 后颈有信息线 最大的弱点在于 尾巴根部的龙龄 也是最明感的地方 被称为逆灵 这种知识 我一点也不想了解 只听丽蒙请求 我可以摸吗 龙龙气地发抖 暴怒地将人和衣服 都扔了出来 刚还一副天真宝宝的 某人扑吃笑出了声 刚碰到逆灵就暴怒了 果然很明感 好吧 王太子该去办正事了 随后 丽蒙召见了心腹大臣 实施他的计划 既然皇后告诉陛下 自己的欧梅的分化气 那么就借皇后之手 将此事对外扩散 既然被森尔大公拒绝了指婚 那么就重新选择复军 并且要声势浩大 闹得沸沸扬扬才好 让黄金帝国王太子 是欧梅的这件事 成为众所周知的消息 大臣们对丽蒙的决定 感到惊讶 您真的要选服 丽蒙沉声道 要动摇这片大陆 光有国家不够 全是家族的力量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越多越好 丽蒙殿下 如果您的欧梅的身份确定 那这可从来没有 欧梅的继承王位的先例 是吗 那我就将千年不可能的事情 化为可能吧 她是黄金帝国的王太子 生来就继承了 母亲塞维尔王后的绝美容颜 在这个以阿佛为荣耀的 王权世界中 小丽蒙又年变争气地 分化成了顶级阿佛 然而 她的母后并不为此太过高兴 相反 塞维尔王后深知 他们母子俩对制高王来说 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 制高王之所以甘愿 娶她这个落魄家族的 欧梅的维侯 是因为她拥有 传说中的黄金女神的 祝福血统 这是帝国经脉延续至今的秘密 但这种血统 也只能通过欧梅的游戏继承 如今 利蒙分化成了Alpha 而塞维尔王后的母族 在王权斗争中 被历代制高王利用 生育和算计 早已落魄不堪 为了保护年幼的利蒙 塞维尔王后 用尽自己祭司的魔力 为她施下了一道保护众 我最爱的小王子啊 从今往后 你只能以Omega的样子试人了 将没有人能试破 你的真实身份 包括你的父母 如今金脉几近枯竭 制高王大概也闹不明白 只想着赶紧招个Alpha坠血 让利蒙生一个Omega的孩子 以示血统得到传承 再次唤醒金脉 很快 王太子利蒙分化成Omega 并举办选妇大会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整个耕州大陆 无数只希望 赢取利蒙王子的家族 队伍涌入王城 好不热闹 热闹个鬼啊 龙龙看着自己偷来的情报 越看越生气 这个大胡子是出了名的败家子 那个小妾都取了好几分 还是个烂毒鬼 龙龙怒火中烧 真是什么歪瓜烈枣都敢来啊 就凭这些货色 也妄想当上驸马 利蒙虽然是Omega 但也是黄金帝国的王太子啊 龙龙郁闷无比 要不干点恶龙会干的事吧 比如把几个不顺眼的候选人扔到城外去 突然 龙龙察觉有同类进入了自己的领地 是血红色的龙 火焰国女帝戴弗妮 是个杰出的Elf 而且这位女帝好像仍是单身 她不会也是来提亲的吧 龙龙暗自揣测 小龙仔 初次见面 我是戴弗妮 火焰国皇帝 黑龙 英斐呢 我一直关注着你 卡洛斯也关注着你 幸会 我是卡洛斯 居然能用龙身说话 赤龙卡洛斯 守护了火焰国上千年的红龙 而自己龙龄只有十岁 他还有口漂亮的牙齿 他好像比自己还要精致 龙龙不禁挺直了身板 哼 那又怎样 我的个头可是比他大两圈了 火焰女王只是来回打量了龙龙一圈 竟看出龙龙的人形似乎是依靠模式幻化 然而模式能储存的魂力有限 所以画形的时间有限制 女王示意卡洛斯展示她的变化能力 只见赤龙直接从本体变成人形 令龙龙大开眼界 卡洛斯竟然不需要借助魔石 便能直接实体幻化 龙龙忍不住伸出手 戳了戳卡洛斯肉肉的脸颊 像小松鼠 究竟要怎样才能做到 随后 一股甜腻的香味扑鼻二冷 龙龙赶忙后退 女王见状倾笑 不愧是顶级off 虽然还是头龙仔 但初次见面就发现了 我们家卡洛斯是珍贵的Omega龙 他熊抱住赤龙 你是我的 不可以诱惑殷菲娜 赤龙冷淡回答并没有诱惑 原来赤龙是Omega 可那个感觉和他家利盟 完全不一样 龙龙心里比试自己 竟想起了利盟的性吸塑 现在可不是分辨性吸塑的时候 接着 火焰女王向龙龙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 小龙仔 你想不想真正地换成人形 龙龙当然想 人形确实比龙身方便得多 他本是人类 可不想一直困在龙身里 但这女人可不像是平白来行善的 龙龙谨慎地询问火焰女王 你想要什么 火焰女王性情如 直接了当 我可以让赤龙卡洛斯教授你唤醒的模仿 条件是破坏利盟王子的联姻 火焰帝国女子为尊 贵族女儿不能外景 你们之高王那家伙打的什么算盘 我清楚了 他想通过政治婚姻与保释国结盟 来扩张势力放股 这赤裸裸的野心真是会起 在这更州大陆 有三个实力相当的大帝国 那就是黑龙之国 黄金 红龙之国 火焰和白龙之国 另外还有英九国 白鹿国等一些小国 他们畏惧龙的力量 只能依附于这三大帝国 现在至高王想搞这种政治婚姻 火焰国怎么可能答应呢 龙龙心里想 这不就是反派被诱惑 搞事情的情节吗 我就顺着他的意思 往恶龙的路上前进一步吧 而且 把利盟嫁给那些歪瓜裂藻 我本来也想要搞破坏的 火焰女王对龙龙说 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法子 只要你这个顶级 Alpha抢先标记利盟王子就行了